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刘正老师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 单字记忆秘诀的第二讲 在上一讲当中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格林法则 各位什么是格林法则呢 就是它这个法则去解释 欧洲那些语言 是从简单的字 变成复杂的字 这些简单的字 经过一些声音的改变 而变成比较复杂的单字 一旦我们懂了格林法则之后 各位 你去了解复杂的单字 你去记忆它的时候 就会显得比较容易 那么全部的法则一共有四个 老师上次介绍的第一个 就是母音的转换 A-L-U A-L-U 再加上一个Y 同学可以互相变化 产生复杂的意思 我今天要介绍第二个规则 就是子音的变化 子音的变化 其中一个就是 D-T D-T D是D T是T 但是我再加一个 S D-T S三个字可以互换 有同学说老师 D-T 我们可以了解 为什么S加进来了呢 各位大家看老师的嘴巴 当你在念的时候 是不是 D-T-S D-T-S 各位有没有发现 当这三个音在发的时候 你的嘴巴 嘴型都是一样 所以说有时候会产生一个混淆 甚至于故意用变化的方式 把一个简单字 硬把它变成复杂的单字 我们看底下的第一个例子来 各位第一个例子是Hot 我们复习一下母音的转换 Hot是一个形容词代表热的 我们变成名词的时候叫Heat 同学是不是 就是形容词变成名词 O变成EA 对不对 那么同学再看Bottle Bottle同学是不是瓶子 那同学有一个字叫Bottler 就是这个男管家 同学英国的男管家 这是很有身份的人 但是这个人最初是替主人开酒瓶的人 所以说开瓶子的人 是不是就是Bottle再加一个R ER是不是代表什么人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他的音变了 他的O变成U 然后两个T去掉一个 同学再加个R 因此这个字叫Bottler 下一个同学我们看看多一点例子 其实国中你学过Spend S-P-E-N-D 那么他的过去式是Spend 有没有发现D跟T互换 德特 德特 还有一个叫Send S-E-N-D 变成S-E-N-T Send的过去式 也就原来你现在是简单 你要变成复杂的过去式 过去分词的时候 你把D变成T 是不是啊 各位再来一个WISE 到这个是初级的单字 但是到了中级要考你 他的名词叫做智慧 你有没有发现 G字智慧 就把S变成T 我刚刚讲DTS 三个字可以互换 对不对 那各位再来一个字很有趣 MIND 就是国中单字 你的心灵 对不对 但是同学 我现在如果造一个字 叫心理的 叫MENTAL MENTAL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字 I我变成E D变成T D变成T 后面加AL 各位要记住 一个名词 后面加一个AL 就会变成形容词 所以说MENTAL MENTAL 心理的就这么出来了 我们再来个例子 同学MIST 叫做WU 其实这个字很重要 因为这个字的M 原来代表三的意思 同学在I级的 象形文字当中 这个M代表三 那个WU 大部分都产生在三上 那么可是大家要知道 油雾的地方 是不是显得比较潮湿 所以说同学 就造出来一个字 就MOIST MOIST 你有没有发现 OI 是不是跟I 是不是还是同一组 我刚刚讲过 两个母音换一个 一个换两个都一样 但是同学在油雾的地方 事物是不是显得 比较神秘 所以说同学 神秘 Mystery 这个字就这么出来了 就是代表 有雾的地方 把那个I变成Y AEIOU 还有一个Y 那么一二Y结尾 同学要记住 是代表地方的意思 老师在底下有附注 一二Y结尾 同学是代表说地方 那么同学 比如说国中学过 是叫Factory Factory叫工厂 其实前面的FAC 同学就代表 做的意思 做东西的做 那么 ORY 同学就代表地方 做东西的地方 叫做工厂 那么同学 你有没有发现 ORY ERY ARY 还不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说同学 你懂的格定法则 就有这个好处 你可以看得出来 都是一回事 那么做东西的地方 叫工厂 油雾的地方 叫神秘 就是如此 他可能会以后 我认识 我认识 有什么事 你还能够 给你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